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在国内也有 国内也有地区换局不太清楚 反正在北池大 北池大有个白标商项目 就是点钱低误布古库 这个布古库的网址 我这里可能没写 你可以网上搜一下 在北池大学有个白标商 他也是做一个中国区 点钱低误的布古库 那个库的话 可以美媒下载 我们来看一下 标准布古库 标准布古库 就是说咱们可以打开 安慰这个软件 玩着呢在哪里呢 就是在 SPECIAL 这个菜单 中文有个叫SPECIAL LIBRARIES 就是 布古库这个菜单里面 你看一下有这么三个按钮 三个菜单 第一个就是布古库的浏览 就看那个浏览器 还有一个是布古库的那个就是 那个虫彩样 那布古库也可以虫彩样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你可以想一下虫彩样 就跟那个就是普通我们说的 下沿的虫彩样不太一样 它呢是 下沿的虫彩样是把那个 比如说30米的 虫彩形成 虫彩样为40米的 是不是啊 或者说60米的 当时咱们那个布古库呢 它虫彩样是这样的虫彩样 比如说你的布古库分辨率 是10米的 你把它虫彩样为20米 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就是它的布古库分辨率 所以我们这个布古库 现在是X轴 X轴 可以进行虫彩样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 布古库的建立 就是你可以自己构建一个布古库 这是没问题的 我们也支持这样的功能 来看第一个菜单 就是布古库的浏览器 就来看一下几个典型的布古库 把它点开 好 完了之呢 这里呢就是open 就是你可以直接open 你看一下 就之前我们用的比较多 就是一个new file 是不是啊 就是先建一个文件 那这里呢 怎么用的是 看下面有个special library 就是布古库 你可以把它点开 好 点开之呢 你看一下它自动 它自动到这里面来 自动到那个NVZ 安装一个目录 就是special library 就是这个里面 那这里面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 就是刚刚我说的几个 就是单位做的一个 部分曲线 比如说我可以打开比较点钱 就是usgs的 usgs的 就是你看一下 就是点一下 打开 就可以直接点 OK 好来看一下 就是 这是一个矿物布古库 在座的可能有没有学 没学矿的 就是矿物布古库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咱们那个布古库的话 其实比较典型就是两种 一种是矿物布古库 一种是植被布古 这比较典型的两种 因为它那个 布古库比较复杂 只有这两种布古库的话 是比较稳定一些 就是比较特征性比较强一些 你看我点一个 这个是可能是明仿石的布古啊 就是其他一些布古曲线 就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些布古曲线的情况 好 这个能跟上这个 好 正常来 怎么可以换一个布古 就是你看一下 Fail 不 Option 不行还要 我想直接在上面换一个呢 我把它关掉 正常我再打开一个 直辈的布古来看一眼 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选择 special library 就是打开那个view 点核中呢 这里呢也是 Open Special Lab 就是打开一个 直辈的布古 那么直辈的话 咱们可以打开的是 VG的那个布古 那么选择的是那个 像第一个 USGS的 直辈布古 这可能比较少一些啊 就是 上次咱们也见过 所以你看一下 这是几个典型的布古 好 这个典型的这个布古 就是那个情况 那这里呢就是 这是我们说的 看着布古古 因为大家都 都那个 能跟上吗 这个 能打开吗 这个布古古 好 大家就呢 最后呢我来看一下 就布古古怎么看 或者说有些什么功能 供我们分析 这个这个这个环节 那供分析的话 咱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个彩章 这个这个界面 那这界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之前用过 就是在咱们那个 黄金小微星的时候呢 就是构建那个 博物显业行数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 也就是这个这个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的话 你看一下有几个菜单 我们来看一下 几个常见的菜单 Five的话 你看一下有一个 input data 就可以插入那个 博物库 那这也可以save 保存 也可以打印 等等之类的 就比较常见的 来看一下edit 来看一下edit edit的话 你像第一个 是就是数据的参数 那么可以把它点开 我稍微打印黄 可能有些人没反映过来 那么data 把它打开 把你看一下 就是每个bop的名称 你可以修改 是不是 可以修改 那之后呢 这个颜色 你也可以修改 我就换别的颜色 都可以 那之后呢 这个线的类型 比如说点啊 或者说那个曲线啊 曲线啊 等等都可以 还有是那个 就是可以加些 比如说一些符号 之类的 可以进行一个标识 好 这是这一个 也可以 标识 那这次可以修改一下 这个显示的一个bop 曲线 好 之后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 就是曲线的参数 就是这个显示 曲线的参数 那这个也好理解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标题 标题 那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说呢 有的时候你写论文 你想要播副曲线 要结个图 那结个图的话 你这个可能就不行啊 你结图的话 你弄个英文 可能有些人 不喜欢用中文 你可以改成中文就行了 那注意就是 你把这个字体改一下 有不然的话 你这个罗马字体 你改中文的话 它可能是ROM 可以注意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播副库 还有 还有是刚刚我说的那个 你要写论文 就是发那个打印的话 你注意一下这个背景 一般来 可能别人会让你 你把这个背景改成白的 因为黑的话 应该是废油墨 第二是打印的不清楚 是不是 就这样改 就像这个背景 你要改成下颜色 就可以了 那这个也是可以改成下颜色 好 这是我们说的改颜色 你看这个是可以把它改成 哦 我也改黑的 你可以改个白的 所以改成黑的 就白的黑字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看一些 就这意思 那么这也是一样 X轴 Y轴 它的标题 你都可以改 还有XY轴的 那个就是 那个 最大长度 就是刻度 你都可以改 那这里呢 我播一一 给它介绍了 还有你可以切换到外轴 外轴也是一样 可以改的 你看这是改成那个什么 那个 Rief 那么直接用一下 它变成Rief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是我们说的这个 改这个这个这个值 那么还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个DataView 就是 我们可以改每条 波曲线的值 因为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能构成 构建这个波曲线 主要是它有两组 两组那个数据 一个是波长 以及这个波长 对应的那个 那个仿受率数据 是不是啊 因此呢 你可以选一条 那么可以修改成这个 可以修改每一个值 到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修改 这个 因为它是固定的 一般很少情况修改 除非是 你想 有些图 可能有些有误差 你可以找到这个误差 你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这是可以的 这是修改 我们说的 那个 波曲线的值 那么之后呢 其他一些 那个选项 Opensi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NV里面 那个菜单的命名很特别 就跟其他一些 比如Office 不太一样 它呢 就是所有的功能 基本都在Opension 就是选项里面 所以说你 找了个菜单的话 你要找一些功能的话 基本都是Opension里面找 基本都可以找牢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呢 来看一下 其实你们用的比较多 其实也 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是哪 什么地方 也不是很多啊 看一下右边那个 就是那个 行数 就是那个功能 就是绘图功能 你看一下 你可以AX都可以切换 波长 也可以切换到那个 就是那个 比如说波段 但是很少 一般都波长 那之后呢 下面有一些 去 一些那个算法 比如说Smooth 哎 今天又 大家做错吗 然后我每次都 不给面子 那这个是一些 去那个 就是那个 叫波罗线 波罗线 还安全自编码 等这些信息 那去波罗线的话 这个是主要是 一些 就是那个 一些创法 可以把那个 波罗线 现在中间那个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 波罗线 给去掉 在这个解释的话 可能我也 不好解释 看了书 书上也有这个 这个解释 好 那个 这个 直接那么没有 哎 我刚才怎么点了 这个又错了 这个是不是本来有八个 有问题 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 那个 为什么我的有呢 我可能打 装什么补丁了 可能装补丁了 先不管它 先不管它 这个不好意思 那个什么的 让大家失望了 好 之后来看一下 也是 Options 你可以点右键 有些功能也可以用 比如像第一个 就是把那个 波罗线的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注记打开 点右键 Plan King 注记打开 好 真的 这个好理解啊 当然 有时候呢 你想就是 让这个 波罗线不显示 怎么呢 你可以看 把那个点右键 把这个 Plan King 打开 打光阵的 你看一下 这边 右边不是有那个 注记吗 你可以在上面 鼠标放上面去 点右键 你看一下 可以离木掉 可以把它去掉 是不是 你看这个 这个曲线挺高的 挺矮的 可以把它去掉 这是没有问题 就是一些交互性的 一些功能 那么还有是 还有一个比喻 用的就是 对比 比较 比如说 你说那个植被 跟那个矿物是不一样 我这个两个图 看不清楚 你看这边 和这边 看不太清楚 那怎么 把它放一块呢 也有方法 比如说 你可以 把这个也是打开 你可以把它拖过去 你看一下 把这个 你把锁标放上面去 把它拖 按锁标左键 拖 才可以过来了 这意思 当你觉得这样不显现的话 你可以这样 就是 在 Official 有一个 新的 之后呢 你再把这边 都把它拖过去也行 这边 你看这边 你看这个绿色的 你把它拖过去 好 植被跟那个 这个清楚了 就是你看这个 植被 跟矿物 是不是很不一样 你看这个很明显 不一样 就是那个 这意思 就是这些 这工具 还是比较灵活的 你可以这样 拖在的方式 可以来做 好 这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 那个 就是 多部曲线窗口的 一个交互 好 这个都会了吗 这个 可以来个拖 脱络 因为这个工具 这个窗口的话 后面一些练习 还会再用 所以我这里面 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长线的 使用的方法 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个 来看一下 那个 构建博博库 就是看这个 就是 Special Library Build 就是说 假如说 你们现在有些 有博博仪 比如是 ALC的博博仪 它博博仪的话 可以去撤 撤入博博文件 这样的话 你可以构建 这个博博库 怎么 够建自己的一个博博库 比如说 怎么点开 咱们一块来做一下 就怎么也是一样 选择那个 Special这个菜单 就能有个 Special Library 就能选择这个菜单 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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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 首先第一个 让你选择 你的中线波长 是以哪个位标准 那么你可以 以第一个输入的 为标准 或者说 以那个文文件 为标准 或者是Data 以那个数据文件 为标准来获取 都可以 看你选择一种 比如说 我这里选择的是 那个 第一次输入的为基准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你第一次输入的波补的话 它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 波补分辨率 等等之类的 那么 后面输进去的话 它自动会跟它进行比配 以第一个为基准 会进行冲展样 就是以第一个为基准 进行冲展样 变成和第一个一样 不过大家有没有理解 这句话 好 可以直接点OK 好 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比较简单 就这么一个小界面 那么正在来看一下 这个菜单 它主要功能就是菜单 当然 当然你也可以 这边你可以点邮件 你看一下 它自动列出 你当前窗口显示的波补曲线 它自动列出了这些波补曲线 是不是啊 你这边点一个 那么就查 它就是第一个 就是菜单 就是第一个 那么你也可以 input 从菜单里面输入 比如说第一个是 成文本文件中获取 也可以成那个ASD 就是那个 ASD的波补仪 中获取 也可以 那个波补库 获取 还可以从那个 就 ROI 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 ROI的话 就是可以获取这个区域的平均的波补曲线 就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还有是从那个 Plan Windows 可以从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 当前我打开的那些波补课里面 可以获取 比如说怎么获取呢 比如说那个 你可以点一下 这个 你看一下它有很多 就刚才我们当前 这个创客里面 显示的那些波补 你可以选几个 比如说选几个 选几个 OK 它给你收音区了 就这意思 那么同时呢 你可以从那个图像中 获取波补曲线 怎么获取呢 比如说 我们刚才 把我们刚才那个 做好的数据打开 做完大器 就这那个数据 就刚才我们做那个结果 咱们把我打开 然后呢 你把显示 显示出来 那么显示出来的话 你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点 比如说点右键 就是一个Z Flypad 然后呢 这个出来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再input 你会发现是不是过来了这个数据 可能讲一点快哈 就是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我们现在从那个 构建自己的服务库的话 你可以从就 现有的一些显示里面 可以可以拆下去 你可以从图上 后取的服务曲线 也可以拆下去 比如说 我们把刚才我们做完大器 纠正那个图像 把显示 呃 网络中呢 这边点右键 有个Z Pullify 后面 正正看一下 可以把这个 当前这个点的 服务曲线 给你显示出来 正在回到这里来 正在你看 input from 就是从这里面 你看啊 就是刚才我们 获取的这个 点的 服务曲线 就出来了 直接点OK 那就拆下去了 总而言之 你可以从不同的 就是圆头里面 可以取 服务曲线 正在可以拆里面去 可以构建一个 服务曲线 就这个意思 啊 这是这么个情况 那真的 可能 因为以前我接触过 有些用户的话 他是想这么 干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你取一个点的 服务曲线 可能有时候不准确 不准确 我想取一个 比如说 像这一片 我认为这一片 是植被的话 我想取这一片的 那个 平均服务曲线 怎么取 所以 求平均服务曲线 也是比较简单 比如说 我们可以直接点Overlay 选择R1 然后呢 你可以在 这个 在上面可以 画 绘制一小片 服务 好 好 好完整呢 这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有时候 我取一个点的服务曲线 可能有时候不准确 我们想取这一小 片区域的 平均的服务曲线 就这意思 好 取完整呢 咱们 咱们再回到这里来 你看刚才我说 有个import 有很多的方式 都可以获取 这个服务曲线 那这里呢 咱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 flow 那个 rii 你看这个rii的话 你可以直接选择 第一个本件 直接点OK 你看一下 它会出了这个对保框 就是 当前我们绘制的rii 你选择它 直接点OK 这样看一下 就自动给你绘制了这个rii 范围内的平均的 波普曲线 好理解吗 你可以看一眼哈 就是 你看一下它有些工具 像这个选择它 这些proot 你看这是它绘制的 波普曲线 当然可能有点小问题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 你看一下它那个 水汽吸收袋的话 本来是空出来的 断的 当它这里面 它不要 就联系区的话 它把它接上去了 其实这是一个水汽 吸收的地方 就是 所谓就是零值 它就是零 这是它是零 当然有些人也发现了 就是说 这边怎么又还有负值呢 这个负值 主要原因是 它那个 我们那个东西线波长的话 它是你看 波长数是420个 那范围是0.359到2.56 那么这个范围的话 就是 就是说 它以第一个输作为基准 就是它会自动 跟第一个相匹配 所以它会把波波曲线收为库大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能跟上吗 可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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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复杂 有点小复杂 好 总言之 我就到这里来 我就说这么几个 波波曲线 做完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结果保存 有点 有点 为什么我们说要构建波波曲线 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做光谱的话 你对这个营油区 比如说你一部分营油区 那么 你对特定几个地物进行研究 那么 为了你方便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特定营救的 那个 就是物质的波波曲线 构建自己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波波曲线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呢你看一下 我们选择Fail 然后呢在Save 把这个波波曲线 保存为 比如说 文本文件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 Special 就是波波库 因为自己带来的 文件 点开这里 然后来看一眼 那么这个波波波的 这个界面的话 其实跟咱们 那个前天下午 做那个波波前行数的时候 这个界面是一样的 就让你选择一些 那个原数据信息 比如说 Z 的范围 你看这个范围是 0.3951到2.56 这呢 Xtitle 和 这个 Ytitle 那X的话 你可以写波场 就是Weflens 还有是那个 仿射序数比 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有的时候呢 咱们那个 仿射6 可能不是0到1 是0到1 这时候呢 你要显示 让它显示0到1 你可以把自己收个1 那 这种给你出一个1 就0到1 就这个意思 好 再看一下 波场的那个 单位 那单位的话 你可以选择 那个纳米啊 这个V米啊 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多 就是V米和纳米 后面呢 你要什么 就是 HZ G赫兹和 M赫兹 这个一毛比较少 雷达上用的比较多一些 好 真的 你可以把它保存为文件 就可以了 好 这一波能 能跟上来这一波 好 我们说的 这是那个 我们说的 那波浦库的一个情况 就是 可以 构建自己的一个波浦库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内存里面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过来了 那么可以把它关掉 来看一下 波浦库 就看一下 你刚才构建的那个波浦库 那么 怎么看呢 其实看的一样的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波浦库文件 看的话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 在Special Library 就是View 所以你可以把刚才 构建波浦库打开 好 刚才我 有问题 刚才我选的是 注意一下 我只选了一条 就刚才我 构建的时候 就是我 点了选择的 就选了一条 实际上你不选的话 它应该是 刚才我找了有四条 它把整个四条都保存了 好 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说的 构建自己的波浦库 听说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一些 之后来看一下 就附来看一下 那个 孙代 孙代看一下这个工具 就是 Lisample 那么这个 为什么把这个 来当中来讲一下 主要是 咱们的波浦库也可以充产样 你可以把它点开 来看一下 是什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想 那个 对哪个文件性充产样 比如我选择的是 这个 刚才我构建的波浦库充产 真的OK 然后再看一下 充产样 它以哪个标准来进行充产样 怎么充产样 以什么标准 比如说 你看你一起以波浦库充产数 还是这些 波浦库充产数 来进行充产样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那个第四个 第四个呢 咱们选择的是 比如说TM以下 TM7 以下 作为标准来进行充产样 好 之后呢 大家可以放在内处里看一下 结果 好 这是充产充产州的一个结果 那么 结果之后也是一样 来看一下 它那个 充产充产州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给你看一下 充产充产充产 OK 好 来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过程能理解吗 就是说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那个 波浦库 再打开 那这个波浦库是 那个0.39到2.5的波浦曲线 之后呢 我就以那个TM影像为基准 所以充产量跟那个TM影像 波浦分明度是一致 保持一致的 这样有这个 变成这个 你看基本上 你看这个 这个范围 那这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 基本上这个范围 之后呢再到这里来 再到这里 之后呢再到这里 再到这里 是不是啊 能能理解吗 就我们做充产量 其实这个充产量呢 跟咱们那个空间里面 充产量是一个意思 空间里面 可能有个Base Tools 有个Reset Date 那这个是充产量 就把那个限量大小 变大 或变小 那这边也是一样 因为光谱里面 它的分布率 一般来说 不叫空间分布率 一般用的比较多 就是叫光谱分布率 所以对光谱分布率 也可以进行充产量 好 这是怎么说的 这个 这个步骤 我可以把它关掉 那么这个部分内容 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 波普库文件的构建 流浪 以及 重采样 一些操作 好 那个 我们就是 还有一个 可能简单说一下 就是有一个叫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叫 BEN的 就是 SPECIAL MANS 波普印刷 那波普印刷 跟咱们的波动印刷 是一个意思 给大家看一眼 你看这肩面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 那么它用来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用来对波普进行印刷的 是这意思 嗯 那么 顺便说一下 这个有时候用的也挺多的 比如说你想 求那个波普曲线的那个 就是吸收骨 那么一般情况下 会对那个 波普曲线 求导数 导数的话 你看一下 大家想象一下 导数不就是那个 曲线的 求它切线吗 就像切的地方 那么这也是 求导的话 它也是可以 或者最低骨的那个切线 这样可以做一些分析 那么因此呢 这个波普曲线也是一样的 它呢 文件名字叫 不是不是B打头 是S打头 不是S1 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2 那波普曲线 库大两倍 你可以看一下 怎么做呢 那这一步的话 哦 这个我没有打开波普曲线 我可以看一下 哦 没有没有没有打开波普曲线 我看 对 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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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构建的波普曲线 显示 注意一下 可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 就是 这是一个波普运算的工具 就是说你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波普 显示出来 显示 之后呢 你再选择这个 这个 Special Math的时候呢 可以选上它 点OK 啊 网上你看一下 就S1 你可以给它选一个波普曲线 就我们显示那波普曲线 选上它 那么直接点 那么接 OK 好 是不是乘以两倍了 就扩大两倍了 啊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说法啊 你可以更复杂 就刚刚我说的 什么求导数啊 求平方啊 求微积分等之类的 都可以求 主要的这个区别就是 你要找到相应的行数 来做一个事情 好 这是我们说的波曲线的一些应用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应用的话 我这里就不都说了 还有像那个波普的切钩 切钩就是抛面 其实也是可以做 那个 我可以选一个 比如说可以抛 抛面 抛个比如说那个100吧 你看结果啊 但这个的话就具体的一些应用了 哦 这不是这样显示 这样这个 可以选这个看一下 哎 抛 这个 这个没法抛 这是只有一条曲线 没法抛 这怎么 我先不讲这个 就是转件 这就是可以对那个曲线 进行一个切割 就是说那个 垂着切 还是竖着切 还有是那个 另一波段的切 这样的意思 但这个我们这个波曲线 它只有一个波段 所以说那切完之后 就剩一个点了 所以不能出没问题 啊 然后找一个 有点钱数据来看一下 好 那个 我现在不管了 就是那个 大家给大家